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看起来年龄都很小 也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离他们睡觉的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是转移群众的地方 铲车在那儿来老玩玩的走 环境特别的吵杂 当时我就想 如果他们不是特别特别累的话 在那样的环境是没有办法睡着的 感到特别的心疼 又悄悄的买了水给他们送过去 他们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赞美的人 有他们在 我们觉得特别的安心 我们不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只能看到以后记录一下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 记住他们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